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最近有一条新闻让不少人啼笑皆非 特朗普被TikTok用户戏耍 首场竞选集会被放鸽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前不久 在美国疫情尚未停复的情况下 特朗普举办今年首场竞选集会 然而到场人数寥寥现场如下图 这让在前期疯狂宣传活动盛况的总统被现场打脸 图片来源 未报据悉 在这事件的背后 是含留粉丝和TikTok用户的一场落作剧 此前海外版抖音TikTok平台一条鼓励人们先订票在玩消失的视频被疯传 视频获得百万观看 最终成功影响了现场活动上作率 这场闹剧过后 不由的让人感慨 在互联网时代 自已时代占据主要用户群的今天 如TikTok这样火爆的社媒平台带来的巨大传播力 而目前这款国际版抖音APP在线上带货营销方面也有突出表现 凭借其特有的营销模式和算法 不仅受到各大品牌商的亲爱 也对中小出海企业的海外营销也十分友好 小于夫智囊团本期为广大跨界卖家解读这款正冉冉升起的海外营销社媒平台 千万不要小看它的力量 只要选择合适的方法运营投放 它就是你出海营销乘风破浪的秘密武器 012 TikTok的商业化潜力TikTok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短视频应用 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国内抖音的海外版 它通过不不留的形式向用户推送短视频 视频内容以简短星期为特点 凭借其强大的算法 反复给用户推荐感兴趣的相关内容 让用户在刷视频的过程中根本停不下来 这款应用的火爆程度在国内不用多说 而在海外也在去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在2019年四个季度的下载榜单中 TikTok曾三次位列榜首 不仅如此 去年下半年 各大品牌在TikTok的广告总投放也增长了75倍 且从整体数据来看 目前该平台广告投放额与相对更成熟的Facebook和Google相比 仍处于低位 而TikTok商业化目标 一来是实现海外变现 二来是基于流量和内容的结合 帮助更多中国商家实现品牌出海 不难预测 TikTok的商业化进程有望在2020年全力推进 而身处这场洪流中的跨境卖家 你也许错过了Facebook YouTube 或者LinkedIn等社交媒体的红利增长期 还要错过当下TikTok这批跨境黑马吗 02 TikTok更适合怎样的跨境卖家 首先从TikTok的人群画像翻过来看 它更适合产品为美妆 服饰 电子 快销屏等轻服务出海产品 目前TikTok的越活用户有半数以上都是16至24岁的年轻人 也就是经常提到的 这一世代 他们从小售到互联网 智能手机等科技产物耳濡目染 更加偏爱消费内容 关注体验 善于挖掘更好的价值和服务 而TikTok的短视频营销模式 恰好吻合平台用户心理 是一个绝佳的推广平台 其次 TikTok也非常适合小规模卖家 在大型电商平台运营店铺的卖家 随着市场上竞争的激烈 平台上的生存空间逐渐被挤压 且由于一般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 都有更加专业的运营团队 不断摸索平台算法 对内容不断投资优化 这对许多捉襟见肘的中小企业来说 更是一轮新的打压 而TikTok的去中心化算法规则 却为小卖家注入大能量 只要你的内容足够吸引人 就有可能被推送到潜在用户面前 在并非投入大量运营成本的前提下 达到较好的转化率 最后 因网红营销也是TikTok平台引流的一大方式 有助于建立品牌与用户之间的联系 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 如果你销售的产品正是在该平台有传播潜力的内容 应该更好的学习利用TikTok的网红营销 海外的网红达人更多是技能型选手 各有绝招 能够塑造不同的品牌调性 其粉丝群体也喜好分明 目前TikTok可以通过开品业广告 主题挑战赛 品牌贴纸等方法 针对不同的粉丝群体定制营销活动 对于中国品牌出海来说 能够深化品牌音效 满足多元化营销推广 03.TikTok引流方法 TikTok目前上线三年 对于跨境电商来说 目前依然是一片流量蓝海 相对其他媒体平台来说 用户量大 竞争力小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方式 网红营销 这是TikTok上最受欢迎的营销手段 目前在国内版抖音已发展的较为成熟 营销人员在平台上寻找 有影响力且与品牌相关度较高的KOL 进行合作推荐带货 指个例子 你出海的产品是某健身器械 当有一个具有知名度的健身达人为产品背书 往往会获得更好的引流效果 话题标签 多一挑战形式出现 品牌方发起带警号的话题 邀请用户参与挑战 从而进行品牌推广 例如在2018年返校季 潮流服饰GAS 发起警号Inmagnum挑战赛 邀请用户展示自己的牛仔服饰 并邀请四位KOL率先参与 最终仅六天就获得5500家的用户参与 去年TikTok还推出了可购物广告格式 在话题中添加购物组件 引导用户进入购买链接完成转化 开评广告 打开APP时的第一个页面 目前TikTok每天仅提供一个品牌 负责接管一种类别 跨境卖家可尽量选择 更多的相关品类进行投放 信息流广告 需要营销人员提供视频 用于在视频浏览中推送 可自行设置投放的黑白名单 这种方式缺点是投放成本较高 且由于广告内容需要由本地化团队审核 具有一定的门槛 更适合营销团队较为完备的出海品牌商 最后 借用Gas的数字零售部门总监Edwards Part 一句话 与广大跨境卖家共勉 年轻一代的天号决定了社交媒体 以及未来文化的走向 因此营销也需要通过新颖的渠道和互动内容 不断革新 与TikTok合作便是我们的数字营销战略的一部分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益主任